这个开春讲完了 来那我就开始来讲今天的这个主题了 今天的这个主题呢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主题 就是我们的防疫指挥中心 疫情指挥中心的这个指挥官 陈时中那个部长呢 那他就是今天在 应该是在周玉寇的访问里面嘛 他就讲就是说有五百万支疫苗 Pfizer的那个五百万支疫苗 就是辉瑞的五百万支疫苗呢 泡汤了飞走了没有办法的 那为什么呢 他在访问中呢 意有所指的讲到就是因为有人 见不得台湾好啊 所以我们的疫苗就没了 那我们来看一看这几个报道 我来再跟大家分析一下 来这个是今天的报道 五百万剂的这个BNT BioNTech 他应该是会跟辉瑞合作的 所以我们台湾都叫辉瑞疫苗 合约遭中国阻挠 陈时中他说 我有苦难言 这个是我们的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 陈时中今天接受电台访问时 这个首度松口 台湾原本向德国的这个BioNTech 购买五百万剂的武汉肺炎疫苗 这个中央社的新闻 现在还用武汉肺炎 OKOK好 没关系你用就用哦 好来 原本合约签订在即 新闻稿都写好了 却因为中国政治力介入生变 这个是中央社的新闻稿 我先带大家念一次 导致合约无法签订 而遭外界批评不透明 陈时中他就说哎呀我啊是有苦难言呐 都是中国不好啊 有人见不得台湾好啊啊 主要就是这个新闻了啊 那现在呢我来带大家来稍微花个一分多钟来看一下 今天听一下看一下都可以啊 今天这个陈时中接受这个周育寇的这个访问 他是怎么讲的啊 来 我在一路的过程去我都非常的担忧 会有一些外力的介入 哦是吗 哦担忧啦 担忧 我一定会有这些 担忧外力介入就是中国因素吗 嗯 那很多外力的可能性嘛 那 就是就是有人要阻挡阻挡 我们讲外力是利益上的 哦经济上的利益的 还是压政治上的 中国 对我们当然是 你有感觉了 担心那种政治上的压力 那就中国啊 我相信有政治的压制压力 哦确实有是不是啊 然后后来 哪些 最后我那个就生变了嘛 就中国复兴这个事情嘛 对不对 就生变 所以就是中国复兴代理的嘛 对不对 BNT 那时候我们直接 我们是直接 我们直接跟BNT谈 直接跟BNT谈 最后还是被 最后还是 被中国复兴 嗯 其实那时候我们新闻稿都准备好了 哦本来中国复兴 本来那个BNT那五百万计都已经准备好要来了 都准备好 中间确实生变了 然后最后大概 再讲出来 大家 大家有人就不希望台湾太高兴嘛 哦 你讲了有人 你觉得 对所以 你现在证实是中国复兴代理他们 就像总公司是那个 呈情是吗 里面有很多的因素吧 哦哦 总是我们觉得就要更谨慎 部长您可以说是首度证实是因为中国复兴 是阻拦的关系 所以五百万计哪有不到一呢 嗯 我不敢这样说 但是一般在国际的厂商在来往 最后 很少说在最后换月的时候才停下来嘛 大家也知道国际的谈判 都经过相当多一些时间 内部的细节 各方面都经过 大家的法律的专家看过 那最后换月 最后大家签名让他生效 哦 那在最后一刻 啊 那我也没有办法去证实说是一定是怎么样 不过只是不寻常了 嗯 哎呦 不好意思 太大声了 哈哈 好 来 这个 我引用这个三例新闻了 首先呢 我先讲一下 就是 在在我讲解之前 刚刚这个 访问是 周玉寇啊 这个 台湾的一个主持人啊 周玉寇啊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了 那我记得我之前有 有有上传几支影片 就是我 我跟网友接call in嘛 然后就是在YouTube下面就会有一些网友留言嘛 就说 哎柳杰克 你可不可以不要一只插嘴 你这样很不礼貌 很烦 然后这样 那我相信那些网友 他们应该没有看过周玉寇的访问吧 他从头插嘴插到尾 好了 那这个 我也在改进了 我也在改进我那个call in的时候 跟跟网友对话的一个 一个拿捏了 我也在改进了 但是 其实我不是最爱插嘴主持人 先沉浸一下 再来 刚刚根据这个访问 我想 哇 这个访问 我们这个陈时中部长 他讲的实在是 中国实在是太过分了 我们这个 这个所谓的什么上海复兴啊 这个 对不对 我们明明已经跟这个 BNT已经 接洽已经谈好了 突然这个上海复兴 就杀出来 整整个阻拦我们 我们的这个疫苗取得的这个进度 实在太坏了 中国实在是太坏了 怎么可以这样 我们明明就已经谈好了 你竟然突然杀出来阻拦 生气气 真是生气 太坏了 中国实在是太坏了 哎 啊 好坏哦 所以就是 都是中国不好啦 就是这样 啊 但是我也很希望这样子想啊 但是怎么办呢 我因为 我比较 讨厌 我这个人是比较讨厌 我很爱查资料啦 所以我就想 哎呀 那我就查一下资料好了 然后来 带给大家来看一个报导啊 这个报导呢 这个是去年的 2020年的12月16号的报导啊 中国药企独家购得这个德国的BioNTech 就BNT的疫苗一万剂啊 股价大涨啊 中国药企就是上海复兴集团啊 啊 来我们来读一下这个新闻啊 上海复兴这个集团公告啊 他跟德国的这个BioNTech签订协议啊 若获得批准上市啊 BioNTech将于明年向中国供应至少一亿剂的这个Covid-19的这个疫苗啊 他这个也是中央社的新闻啊 所以他还是用武汉肺炎 OK 好 这个复兴药业 而且他因为这个消息啊 他在港交所的股价就大涨哦 OK好 再来再来读啊 所以这个BioNTech跟美国辉瑞药厂合作研发这个疫苗啊 已经获得多国的批准 并且在美国加拿大等国开始接种 台湾称为辉瑞疫苗 所以我们称的辉瑞疫苗就是这一支啊 这个BioNTech跟那个Pfizer他们合作研发的 台湾称为辉瑞疫苗 OK好 接下来这一段啊 2020年的3月 复兴药业跟BioNTech签订协议啊 所以复兴药业他获得BioNTech的授权 在中国大陆以及港澳台独家开发 还有商业化 什么东西呢 基于BioNTech专有的这个RNA技术平台研发的这个疫苗产品啊 再重复一次这个新闻稿啊 2020年的3月啊 复兴药业他获得BioNTech的授权 在中国大陆以及港澳台独家开发 还有商业化这一支疫苗产品 讲白了就是复兴药业在2020年的3月他已经公告 他取得了独家代理 他取得了这支疫苗的独家代理 好刚刚在那个周玉寇的访问里面呢 我们的陈时中部长他讲啊 我们是直接跟那个BNT接洽的啊 刚刚记得他是说我们直接跟BNT接洽的 然后突然上海复兴药业杀出阻栏 然后才导致我们哎呀破局了 你也知道吗 这个一般啊商业情况 很在最后那个签订合约之前啊 啊这个是商业的行为 怎么一般都是顺顺的会会完成吗 后那个我们那个陈时中部长很爱后 后你也知道后一般的这个商业这个签约后 在最后后那突然有人杀出来后 这个实在是有人见不得台湾好 好了你讲商业行为好了 所以看了这个新闻了 到底是谁谁在违反这个商业行为啊 复兴药业他已经取得了这个BNT的独家代理 他是独家代理 你怎么可能透过独家代理 直接去跟原厂接洽 然后你期望能够从原厂得到 原厂直接卖给你 你希望跳过独家代理 让原厂直接卖给你吗 这个有可能吗 这个商业行为有可能这样 除非他不是独家代理 他不是独家代理 你可以跳过代理 然后去跟原厂谈 就是说啊因为你也没有独家代理吗 那是不是我可以跟你买 或者是你让我来帮你代理这个 那你可以给我一个量 所以我也可以代理 这个这个时候OK 你可以跟他谈 但是如果我原厂 我已经放了一家代理商做独家代理 我不可能 我让你绕过我的独家代理 然后我直接卖给你 哪有人这样做生意的 不可能这样嘛 所以到底是谁绕过谁 谁来从中杀出啊 搞清楚真的是 好啦 所以就是这样咯 所以基本上根据商业行为 这个应该是我们有违反商业规则 要讲清楚 那这个500万支这个疫苗 BioNTech卖给我们是他违约 是这个上海复兴 根据我相信他们签那个独家 独家代理的时候 应该有一些商业协议 BioNTech要被告的 你知道 所以这个这个要搞清楚吗 怎么可能 搞得好像是那个 中国的这个复兴药业很坏 阻拦我们 讲清楚吗 好不好 跟人民讲实话 好啦 没有关系 那我来剖析这样吧 好不好 事实上是 这个BioNTech这个疫苗呢 这个这个工 他已经跟复兴药业 已经复兴已经跟BioNTech 取得了独家代理 所以我们不可能 透过复兴药业这家公司 跟原厂直接取得疫苗的 不可能 不可能 除非有那个复兴药业的 可能可能要 要跟复兴药业取得 合作的什么协议 还是怎么样吗 但是因为 我们现在不能有中吗 那复兴药业是中之啊 所以我们不能有中任何之啊 除了陈时中自己可以有中 我们现在什么东西 遇到中就不行啊 所以 OK 所以我们要跳过复兴嘛 那今天遇到这个结果 其实基本上 本来就是如此啊 所以我不知道 今天这个陈时中 呃 指挥官 他 放出这个新闻 的目的是什么呢 明明就是 不会成的啊 这五百万只 我们百名就买不到的 你还要放出这个新闻 那到底是为什么呢 诶 我就想 诶到底是为什么呢 啊 所以接下来我就要讲 台湾的 我接下来只是我个人的判断 我只是一个小小的up主 我也不知道我讲的是不是真的 但是我我的判断 我觉得 台湾的政治其实充满了套路了 满满的都是套路啊 我为什么讲说台湾的政治满满的都是套路 来来看一下啊 我来给大家看一个 这个是上个礼拜的报道 这就是上礼拜的报道 啊 陈时中证实啊 已经跟莫德纳签约 五百万剂的新冠疫苗 预计年终到货 我相信台湾的网友应该都还记得这个新闻啊 上个礼拜 陈时中他宣布已经跟莫德纳签约 得到五百万剂的新冠疫苗 已经OK了 预计年终到货 然后当时有一波的这个测意来宣传 反正就是好棒啊 我们终于拿到了 我们好厉害 反正就超棒棒 台湾棒棒的 这样 然后今天就突然 突然有这个新闻 啊 五百万剂的这个疫苗 因为这个复兴制药杀出导致破局 啊 可恶啊 然后 这个时候 这个在野党 这个国民党的不知道谁啊 还是什么议员啊 还是立委就出来酸 诶 陈时中你不是之前上个礼拜才答应我们这个五百万剂疫苗已经签约了吗 结果你现在又说没有 你要负责 啊 政治啊 满满的都是套路了 搞清楚啊 上个礼拜新闻啊 陈时中他讲的是莫德纳 今天啊 今天啊 今天他讲的是 今天他讲的是BNT疫苗 他讲的是BNT疫苗 上个礼拜他讲的是莫德纳 哦 我来跟大家 来 这个是疫苗的厂商啊 我来跟大家科普一下啊 现在几个台面上的几子几个疫苗的这个厂牌啊 这个就是BNT嘛 就是我们这个辉瑞的这一支 然后还有这个AZ的阿斯特杰利康的这一支 跟牛津大学合作的啊 莫德纳 莫德纳是另外一支哦 搞清楚莫德纳是另外一支哦 那还有这个Novavax OK 还有这个Johnson Johnson 嬌生的啊 主要是这几支 所以上个礼拜 陈时中讲的是莫德纳 那今天他讲的是辉瑞 所以是不同的疫苗 那这个辉瑞疫苗 他保温在要负 负零下70度啊 哦 这个冷链 冷链技术很麻烦 辉瑞这一支其实蛮麻烦的哦 好 题外话 所以 陈时中今天讲的是辉瑞的这一支 上个礼拜新闻 是莫德纳的这一支 所以 政治满满的都是套路 国民党的 反正在野党的 不要议员还是立委 傻傻的 去 去 掉进去 就是说 啊 陈时中 你上个上个礼拜 你不是才说签约了 你怎么今天就 就就说 没有了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 乱讲话是不是干嘛的 哦 搞清楚哦 陈时中上礼拜讲的不是辉瑞哦 哦 不要跳 跳进去坑哦 好不好 你要质疑他的话 当然我我不知道是不是陈时中他是故意是个坑 但是我想这个可能是一个潜在的坑啊 好不好 哦 不要傻傻跳进去啊 他上个礼拜讲的是莫德纳 这个礼拜讲的是 今天啦 今天讲的是辉瑞 哎呀辉瑞啊 我们被 我们被杀出成咬金了 哦 搞清楚哦 所以如果要质疑的话 就是要用我的这个质疑方式 Buy and take 他已经跟上海复兴达成了这个独家代理的这个授权关系了 那你今天来讲这个你根本是假共 就是多讲 你讲多余的话 他根本不可能卖给你 根本不可能卖给你 所以你今天 我觉得你今天讲的 我怀疑是挖坑啊 但是我没有证据啊 就是这样 所以 如果你知道是个坑 不要傻傻跳进去啊 国民党不要傻傻跳进去 OK好 那再来呢 我要讲的就是啊 这个是政治的套路啊 我已经讲完政治的套路了啊 再来的 今天的这个 新闻啊 就是我们的陈时中部长 他 被被被破局了啦 我们订不到这五百万剂疫苗啊 我先把这个关掉 我们五百万剂疫苗订不到了 让我想到一个故事啊 什么故事啊 就是三国演义的故事 我怎么会想到三国演义的故事呢 好 我来跟大家讲解一下 这个这个是什么三国演义的故事啊 来 这个是我特别抓 抓下来一个图 图啊 这个是 老板的三国演义 我很喜欢这一版的三国演义 拍的真好 那个 他演那个诸葛亮呢 是内地的一个演员 叫唐国强 他演诸葛亮演的真好 哦 好啦 这个版本的三国演义是我最喜欢的 OK好 那三国演义的这一幕呢 就是 我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这个桥段啊 三国演义的这个桥段就是孙策 因为孙策他号称江东小霸王嘛 然后他有一次在打猎的时候 他就被仇家暗杀 然后他就快死了 然后他就在临终之际啊 他就准备把这个江东的这个基业交给他弟弟孙权嘛 然后他就在那个病床上面就这样 跟孙权讲啊 弟弟啊 以后这个江东的大小事情啊 这个内事不绝 你可以问张钊 张钊就是孙权里面的一个一个老臣啊 就是他他管内政的一个老臣 也是东吴的名称 张钊啦 外事不绝 可问周瑜 周瑜大家就知道了 美周郎啊 内事不绝问张钊 外事不绝问周瑜啊 OK 好 这个是三国演义的桥段 就是 孙权他走了 他就跟那个孙权讲 反正 以后国家大事 就是这两个人 张钊 跟周瑜 你就是靠这两个人 国家大事就解决了 张钊跟周瑜 内事不绝问张钊 外事不绝问周瑜啊 那所以呢 我就想到 我看到这个桥段 我就想 刚好 这个现在是开春嘛 那我也送给这个我们的执政党一副春联 我觉得应该是执政党要送给我们一副春联了 这是哪一副春联呢 来 我来把它打出来啊 这副春联啊 内事不行 国民党 外事不行 共产党 OK 这个就是民进党要送给我们大家的春联 反正 以后国家大事 就是靠这两位 靠这两位 我们国家大事就解决了 再来 内事不行 国民党 外事不行 共产党 OK 这就是 一切都解决了 只要有国民党跟共产党 我们天下可安啊 没有问题的 当然 我自己啊 我自己在送给这副春联 一副横批啊 叫做台湾No.1 OK 棒棒的 以后 内事不行 国民党 外事不行 共产党 台湾No.1 好了 那就这样了 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 这个关于这个 今天我们的陈时中部长讲的这个新闻 这个消息啊 也希望各位我们台湾的同胞 不要太担心了 Everything is gonna be ok 台湾No.1 OK 好 就这样 Reports Justice 务 5 1 4